八马罐 表演者郭德纲 余谦 岳云鹏 谢谢 谢谢 谢谢吧 戴上吧 哦 受累了 戴上之后看着清楚吗 更不清楚了 我把这个挪一下 你等一会儿 头一排有一女的说好久不见 你问上回是在哪见的 谢谢 谢谢 把这个拧一下 上来电弓的是 谢谢各位的热情掌声 刚才二位说了一段 说得很好 这场呢 又把我们三个人换上来了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表演的时候可是不多 是 这是我的师父 那是我的大爷 经常啊 第一次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演出 实话是说 三个人一块演这不容易 那是啊 今天又是钢丝节 对 心情啊十分的忐忑 同时呢也很紧张 上台来先跟大伙说点什么呢 这样吧 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我师父先说会儿吧 因为这是我的师父 咱们不敢 他在这站着呢 我得不得得不得 就没有没了 不合适 不合适 他这是尊重我吗 他这是尊重你 好吧 哎 哎 仨人一块来不容易 对 哎 这是我徒弟月云鹏 师徒如父子 徒弟跟儿子是一样 嗯 能跟儿子站在一起呢 不要我算进去 我很开心呢 我也很开心哦 该你了该你了 我也很伤心呢 我有什么可开心呢我 三个人在一起呢 机会不多 嗯 尤其现在小月很红 真不错 啊 平时呢 没有 你要死啊 这是怎么着你 嗯 还挺好啊 现在台上的业务啊 台下做人 还都 看得过去 都不错 坚持 嗯 尤其是到这会儿了啊 记住了啊 这个夹着尾巴做人 那 你瞧瞧你余大爷 我 我跟孩子说话 你别捣乱 大爷您夹着呢吗 哪儿啊叫夹着 大爷夹着瓷石上了 我主要显精神 那错不了 心里也疼啊 废话 所以说呢 跟大伙无论跟谁 走到哪儿 见着谁都得客客气气的 那是 不能说我现在红了 我有名望了 我就如何如何 大错而特错 是 不管认识不认识 走着街上 谁跟你说话 都得跟人客客气气的 没错 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 熟的生的都一样 明白吗 嗯 师傅 我让您说两句 您教训我干什么 不是 你师傅说得对 你得听 我师傅 对啊 哦 你大爷说我说得对 怎么那么别扭这句话说的 不是 我说我说没错 走着街上来个 小月 跟人好好说话 不管认识不认识 客气 我有脾气 那你不能对谁跟谁犯呢 不是有脾气没脾气 人没招你 你干嘛跟人犯呢 再一个了 正常的搭个话 聊个天 说两句话很正常 包括 你熟人也一样 生人都一样 也不认识你 跟人客气啊 对啊 你干的是这行 不会 咱们示范一个吧 啊 对给给孩子 咱们做做事啊 看着啊 行 就是心态放平 放平和放平和 放平和 他的是什么事都不能着急 不膨胀 比如说我们就碰见了啊 大街上啊 我就是你了 不认识 真不认识随便 陌生人 陌生人吧 比如说看见了 比如说不认识 你就看几种状态 对对对 郭老师 不认识 您老师 可是客气点 郭先生 您先生 郭大爷 你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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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话呢 废话什么叫怎么说话呢 不是我这好好说你骂人 郭大爷就叫骂人哪 怎么叫骂人哪 怎么不叫骂人哪 你这是要说郭大爷 你这是要说郭大爷 你真不像骂人哪 废话 你这说郭大爷就是骂人 不是 别打架了 没打架 这什么 哎 不是 不是你徒弟什么妈妈 我这做示范的 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我这有点乱有点乱 我说了我有脾气 干什么 我一劲告诉你低调嘛 别打架嘛 对啊 你看师傅什么时候 着火急 这不是真的吗 表演嘛 那比如说您二位特别熟呢 再示范一个 那就早动手了 不是怎么会 刚才我们这是拘着面 怎么会 你不是骂我 我凭什么骂 郭大爷怎么会骂 我还听着你大爷 你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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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话你都不懂 废话老是大爷就骂人哪 你说的吗 我这废话 我这不给示范吗 不是说的示范急什么呀 行行行行行 好 你喷我一身 都有尿尖了这都 怎么乱去办 看明白了吧 行了行了 知道了吗 你少说两句吧 大爷 我跟你说 你大爷 你大爷 他还能说话不能 他能好好说话吗 能啊 咱别提大爷 别说 别提这个 大娘 你说他我害臊 有你什么事 咱说这事 要不这样吧 大娘的爷们您说一个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用你这么绕弯吗 那我就说两句吧 是吧 去 哪里就说两句 他说大娘的爷们 人说叫做大爷 你大爷 你又提这个 不说好不能提这个吗 大爷就不能说 行行行行 没事了没事了 有完没完 有完没完 今天是您的节日 你疯了你 大爷 大爷长大爷短 我大爷怎么了大爷 你大爷 你大爷 你师父骂完我就完了 你还骂我 我是尊重您呐 你大爷是要尊重您啊 不是他说大爷 你说了吗 我说了大爷 用你说呀 你演练我师父吗 表达情感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还得慢慢修炼我告诉你吧 慢慢修炼呢 对了 一切炼呢 我换个山头吧 干嘛呀 换个山头修炼 别闹 你看你就怕这个是吗 我怕他出去饿死 不是那就怎么了 他要走 我哪知道就是 闹 没闹 三天前您告诉我今天有演出 对啊 咱一二三在一起说咱笑 是不是 踏踏实实了 我上台我说了没几句 啊 我说时间让给您让您再说几句 没有没了 大爷长大爷短 你大爷你大爷你疯了 你大爷 不是我现在神经有点过敏啊 我哪啊 怎么那么些大爷啊 这别让 行行行 让孩子说 行 是不是我不在 你们二位就能好好说了 你大娘说是 哎 大娘你买票了吗你 你大娘还用买票 买什么票 那不是有一个男的带着吗 什么乱七八糟 怎么说那位是我大爷 你大爷大爷 怎么这么乱呢 好了 你要愿意说就说 你要愿意死就死去 也不是 我不说了 我也不死去 行行 我走了 哎呀可以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说 你走吧 让他走 你来 你等我 干什么 你等我等等 干什么 把话说清楚了 怎么着 把话说清楚了 你说 你别唱我啊 你怎么着 不干了 对了 走了 啊 有你们这样没有 不回来了是吗 啊 不回来了 对了 不回来了 干什么 哎哎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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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 那个嫂子您来一下 你也没跟人打起来了 哪儿 你这不串吞架吗 你别走啊 我回来 有事说事 别丢人现眼的 快点 你眼里还有家大人吗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死我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是你大爷 你大爷 咱不提这个了 你们俩疯了这事 怎么了 这是什么时间段 什么时间段 就脱衣服 像泡泡 好孩子 你有点成熟的太早了 我没明白这个事啊 他不听话 他要走 让他走 走 走就走呗 走就 也得饿死呀 那不成 他饿死是他的事 他不能走 为什么呢 他穿的马褂是我的 这走行吗 我才瞧见 他还套着你马褂呢 他搞不成吗 我还说 大褂上下不一样的这是 什么眼神啊 没穿着那衣 咱们凭胸而论啊 什么叫凭胸 你兄弟媳妇教我 这话你怎么老凭胸啊 你没有点别的标准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咱得商量商量商量少爷 你怎么这么大脾气 话又说回来了 你一走 他过来把你一声 喂这件马褂 这我没闹明白 出来说像 穿一大褂就完了 套一马褂 喂的什么呀 你让他说说 暖和 这个圈这刚进三九 是吗 你什么人呢这是 这哪儿进三九 不不不 你这个日子至于冷吗 好看 好看吗 好看 我救不了你们了 他穿上这玩意 真好看 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再一个了 这个马褂是谁的呀 说 你大爷 咱别神经过敏 成不着 谁的呀 孩子 关着吗 好好说话啊 我拖下来 我穿着呢 你 就不 什么 加钱了吗 就拖 加钱也不能拖 怎么不能拖呀 再看加多少钱了 那这谈谈的价 十块就拖呀 我给你二十 这个 告诉我 谁的 我穿着呢 废话 你穿着就是你的呀 像话吗 什么啊 人家可说了 让你拖必有原因 怎么回事 谁的 他呢 听到了吗 拖下来 拖 就不 什么人呢 你这有点不要脸啊 人家的为什么不还给人家 他撕了呢 你就知道像话吗 我撕了那是我大 擦了屁股也与你无关的 我拿他擦屁股啊 这有钱 你举什么例子呢 这人家东西 人家有随便处理的权利啊 我也不白穿他的呀 你给我利息啊 给钱了 加钱呢 给钱了吗 给什么钱呢 没给钱啊 没有 没给钱凭什么说这话 我穿这个对他有好处 不是你先告诉我 你干嘛穿这么一玩意儿啊 谁还穿这啊 对他有好处 对我 对你 我东西你穿对我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少爷 我跟你说说吧 你说说吧 从头说 前两天呢 人家给我一张票 杂技 人家要求必须穿马褂去 我都没听说过 这不是人的话吗 你要说穿泳装我倒相信 您这我没听说过 那你给我上车展啊 这我不是 上什么车展 不是说这个事呢吗 看杂技得穿马褂 人家规定了 必须穿马褂去 我回家一看 没有啊 我怎么办呢 我就想了想 一想 他们加油 就我大爷 你大爷 好吧 就就 他们加油 我就去了 到他们家 胖巴巴一打门 当里边出了一人 他媳妇 那是那个 别瞎指 跟那胖子一块那样 挺像 我还叫挺像 你把这事说清楚了 你大妈出来了 我就问 他没在家 我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什么人在这 你没在家吗 孩子上屋大小辈 他不 你别多想 他可能赌我去 去 这结果呢孩子 你也没在啊 我是没有 那废话 你们这什么 师徒关系 这是 我看车展 真的没在 我就进去了 我说 大娘啊 那个有个事 我要去参加一个杂技 人规定要穿马褂去 正事 我听说 您这有一马褂 你能借给我吗 你要不借给我 我逛着走也不合适 你是逛着来的吗 穿着鞋呢 那就行 别扎脚 什么师父 你这是 然后呢 然后他说 那行吧 给我拿了一件 刚要给我 他说了 有一要求 什么要求 我一听 有要求就行 对不对 大娘您就说 我要能满足 我就满足 我这身子板也不错 什么话 去 胡说八道 你眼里还有师父吗 我都有点惭愧了 不是 您刚惭愧呀 搬个东西 抬个东西 身体还不错 那当然 孩子年轻 他说的不是这个事 嗯 说你大爷呀 在这个外 没事 给坤没听见 你大爷在外头啊 经常啊 说话朝三不朝两 说话云山雾照 是 经常让人一问 就让人给问住了 他回答不上来 回家拿我们撒罚的 我们男人接近 我们招谁招谁了 是不是 拿我们撒罚的 这个称呼啊 你经常跟他在一起 他要是在外头啊 说话朝三不朝两 云山雾照的时候 你替他云原了说 这不是对他有好处吗 哦哦哦 孩子 这个说的很有道理 是不是啊 我来跟你说这事 不白穿哪 余老师您别着急了 孩子说的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 上家去了 你媳妇说了 你在外面说话云山雾照 你先等会 谁云山雾照 你听他的干嘛 他你教他这么多年了 他说走就走 他这话还可信吗 孩子怎么没走 没走 他这话有可信度吗 谁云山雾照 咱这么说 我说话云山雾照 我什么时候说过云山雾照 你怎么了 不是就一件马罐吗 不是就这么一件马罐吗 是是是 这能值多少钱 我这 因为这个 我人品就下来 我说话就云山雾照 你就真信 我怎么着 我也是他大爷 他这么说我 好吧 我云山雾照 我怎么云山雾照 他说了 你媳妇跟他说了 跟我也说过 哎 别听他们的 聊天天啊 别听他们 是是是 马罐 这就是因为这么个事 啊 马罐算什么呀 是 我给他都不要紧 你大爷有钱家里 还是的 过来 我以为叫我呢 我以为叫我呢 我说话话 啊 行 我我 多穿几个月 你先穿 行 知道啊 你还要吗 废话 废话 行 你不要给我穿着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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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咱们再说 这马罐 行 你大人你跟孩子治愈的 不是我治愈不治愈 马罐不算人 啊 就说的是这事 我云山雾照 我我 我这么大事里 我家里头 我我我云山雾照 好吧 对不对 谁不知道 咱们家里这趁这的 有钱 那是有钱的 这都知道啊 咱就 我 咱这么大产业 我 都知道 有个那个 天打雷劈 什么话 天经地华 宠物乐园 还是的 那多少动物 珍稀动物 多少钱 我带我个迷马罐 这倒是 实话 我那个 养的那个动物 嘿 说起我这动物来 我跟你说 一提这我话就多 高兴了 罐算什么 我那个马 小 小矮马 那好几十匹 特别可爱 我那个狗 我 大 讲究养大狗 挨马 您这狗比我 偷那还大 那 这 讲究这 这么大的狗 顶天立地 就我那个书房 我在那儿有个书房 我那书房 一百多平米 二层楼那么高 我天天坐那儿看书 我这狗就 蹲旁边 那 头顶上 房顶 你蹲在这儿 头在那墙那儿 尾巴在那墙那儿 拿爪子扒了你一下就吐墙上了 大狗 你还以为怎么讲究这个 每天我在这儿看书 他就蹲我边上 哎我这看书不能时间长了 对不对 有张有迟吗 哎我这看 一个小时准班 然后就把豆狗去 哎 看一个小时 一抬这个狗尾巴 一看 哦 一个小时了 然后收起书来 歇一会儿 豆豆狗 哎 一会儿又拿去 史记 咱们就说历史书记 史记 哎 一看读得差不多了 感觉有点累了 感觉有点累 一掀狗尾巴 哦 一个小时 你都 然后我们 等会儿吧 行了行了 换一本 换一本 就准一个小时 等会儿你等会儿 一小时 一掀狗尾巴 您趁多少钱我不管啊 这个一掀狗尾巴就值得几点了 你们家不是这么看表啊 还是你有钱 一掀狗尾巴一看一小时了 把书就放下不读了 该玩玩去 一会儿拿起书 看看看看 你确定 现在是狗尾巴 啊 一掀起来就看 一个小时 这事听着 有点 费解了 你不信 不信 你 你问他去 我们孩子知道啊 他牵着狗呢 那这多长的绳子 你问他 他准知道 你可别走 我干嘛走啊 走我弄死你 别晕跑 晕跑 哎 你都没那狗鸡了 快过来 有这么一家人家 趁钱趁多了 养小矮马 养大狗 就这狗顶天立地 脑子在那墙子 你不在天墓子 巨狗 家里这种好看书 看看书 就得换一本 他得看表啊 他没有 一聊狗这尾巴 就值得一个小时了 一聊尾巴 就值得具体的时间了 这个事 你没睡醒呢 哎 不可能吧 疯了吧你 胡说八道 当然了 热病 我干什么 我没 你现在就穿 你干什么 废话 看表 一溜狗尾巴 一个小时了 我 有吗 这是他说的 没有 有 你看见了吗 行了 来吧 有 来你这走 既然有 就好吧 让我们开开眼 这个事你见着过 是吧 来给我们说说吧 有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老花了 一聊狗尾巴 就能知道几点了 多神奇啊 神奇吗 神奇 你琢磨琢磨 为什么 你琢磨明白了 你就告诉我 哎呀 你说的真是人话呀 我问你呢 用啥琢磨呀 还得我说 多新鲜呐 怎么会 你既然七眼得见 这事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事我知道吗 你说说话 我当然知道了 好话呀 这件事情我知道 发生在谁的家呢 于老大他们家 把那个爷子去了 对呀 省的口角 对 就他们家 他们家有一个乐园 都知道 宠物乐园 不错 叫天晶地华宠物乐园 在北京大兴 什么都有 是 有马 有驴 有罗子 都是自己配 一家三口 是 什么叫自己配呀 这个罗子 他还演出不演了 配一部分 也不像话 这不就会说 这个 对吧 对 什么都有 狐狸 还有 养狐狸 狐狸精还有呢 好吧 鸟 鹦鹉 蛆 蛆 吓我一跳 我以为不定多脏 蛆蛆 还养蛆呢 家里的 蛆蛆 蛆蛆 什么都有 什么东洋 是 最好看的 什么 就是那个马 嗯 不是大马 小马 矮马 小矮马 嗯 我问你 嗯 一匹马 啊 几条腿 这可难不住 一匹马 四条腿 对了 哎 三匹马呢 三十二 你猜对了 哈哈 猜对了 哼呀 你真以为我缺心眼呢 咱们咋刚才说的是马腿的事吗 你不是说你大狗 你撩起来看这个吗 对啊 对啊 你撩 马蚁吧 对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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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狗 你把谁说啊 狗主人提醒是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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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你啊 说这事吗 狗 嗯 你干嘛 找亲戚呢 这么回事 啊 他们家呀 什么都有 嗯 有狗 在书房里待着 对 对不对 对对 好家伙 这 这匹狗 嗯 哎呀 狗都论匹了 什么 那么大 也论匹吧 对不对 这匹狗特别大 嗯 你知道吗 那脑袋挨着墙 屁股挨着墙 你这 这能弯过来啊 不是 这边墙 跟这边墙 哎 你要这么一说 我能理解 就跟我们说像 那个孙岳似的 嗯 孙胖子上飞机啊 买两张票 两张都靠着窗户 我那狗比他大 那是 很技巧啊 那是 特别大 嗯 然后呢 就在这屋呆着 他也在那屋呆着呀 嗯 他就没事呢 就看书 是吗 看什么书呢 看 狗与狗 哦 他要了解一下 跟狗接触的方法 哎 对了 然后呢 这叫怎么说话呢 这叫 我这帮你套话呢 不是 嘿 然后他就 他就嘿 看着看着 就就就想起狗来了 是吗 看着狗就就吓起狗来了 想起狗来了 想起狗来了 哎 一撩着狗尾巴 哎 就知道几点了 神奇吗 这不一直说这事呢吗 特别神奇吧 只是啊 下一个问题 你等会儿 您这个刚开头 啊 啊 什么啊 我 我得说出来 怎么回事 你废话 头里说的都没用 就为什么 一撩这尾巴 就知道几点了 哎 我知道了 知道 这么回事 他呀 他每天呢 给这个狗啊 吃黄豆 喝凉水 跟他的饮食习惯差不多 一样 是吧 让狗在自己旁边待着 他看书 他觉得差不多了 一撩狗尾巴 不 放一个屁 狗一个小时 放一个屁 问他 你正在放屁 甭问 这个 怕死了 再说一个答案吧 然后 他就 一撩狗尾巴 不 哎 一撩狗尾巴 不 一撩狗尾巴 不思 哎 都掉到书上了吧 他就知道几点了 那 那他不如上厕所念去啊 老神奇了 怎么神奇了 我哪听出来了 他就看书啊 看着看着书呢 他就打开电脑 电脑上有时间 然后 他就一撩这个狗尾巴 他再看一电脑 就知道几点了 这儿放一电脑 嗯 这儿有一狗 撩一狗尾巴 回来再看电脑 嗯 他这下不是多余吗 万一呢 没有 他为什么聊狗尾巴呢 您是亲眼得见 哼 豁出去了 不 我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聊狗尾巴呢 因为看书时间太长了 看书时间长 对眼睛不好 你聊狗尾巴 他想知道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表在狗尾巴后边 撩开狗尾巴才能够看见几点 表在狗尾巴后边 看到狗急着呀 你这是要跳墙啊 哦 你是说 哦 这个表在墙上挂着 狗在前面挡着 撩开狗尾巴就能瞧见 表了 啊 这是一个神奇的家庭 是这么回事吗 你看 你就不明白 我狗大呀 啊 挡着呢 就跟现在似的啊 我看不见他 你躲开 我就看见了 去 哦 这这么一说 明白了 挡着呢 这孩子不白穿你这马褂 那是 这可以 可以 有点意思 有你这样的没有 有你这样的没有 我说话好超劲 我可绕远了 我可绕远了 我干了姓鱼的 得亏是我这儿的吗 我脑子快 你 得亏是我脑子快 换别人在这儿的 这衣服撕了 换别人在这儿了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不错不错 你太绕劲了 有点意思 穿着穿着 别生气 别透气 穿 穿 穿 多久 两个月 半年 四个月 五个月 四个半月 四个月零十八天 四个月零十六天 四个月零十七天 十七天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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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来给你加半小时 行行行 行行行 好家伙 还算呢 行 十七天半 好你慢慢算吧 最好是晚上 不行 晚上不行 我都十七天半了 怎么晚上不行 中午 下午 一点 四点 三点 三点半 三点二十 三点二十七 二十五 二十六 好家伙 一分钟 你们俩还算去呢 您趁这么些钱 你再会这一分钟 行了 这不是买卖生意 我的天哪 我这脑子都乱了 我都没想到 你瞧 这你 这你哪想到 狗大呀 哪儿的事真行 好家伙 这咱那大狗 那什么东西不能挡上 那倒也 这玩意儿 好几百万一条 不是啊 你别瞪眼 钱不算什么 钱在我来说无所谓 是是是 有钱算什么呀 对不对 在国内得有势力 你要说实话 钱吧 钱得买势力 是是是 咱们这个 先有的势力 后有的钱 我都没听说过 那是 谁见着咱们 不得客客气气的 您在拥有这大狗 之前还有什么身份 我要没有身份 谁给我这么大的狗 对不对 这个大狗很有身份 咱们吃饭 咱不提狗了 行吗 咱不提狗了 过去了 咱就说这势力 咱就说这身份 不是钱能买来的 举个例子 前天吧 前天我们家突然一下停电 表上没字 那是没钱了 没钱了 有钱能冲吗 没钱能冲吗 你行吗 那 这得瞧咱们了吧 开开店表一看没字 拿手一指 五十个字 嘿 我这多好 您等会您等会 当时洗澡就行了 我当时就洗 空调也能开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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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指 一指 五十个字 五十个字 嘿 空调也开了 热水器也有了 你等就不 行别热水器了 你说这是真的吗 多信去 我跟你说瞎话 你又不信是吗 这事有人知道吗 这有啊 你问他去啊 你问他去啊 他又知道 他都全知道 呵 咱在我们家呢 哈 爷爷爷爷爷爷 又来新课题了 那表 在那狗尾巴后边呢 这这这 掀开那个狗尾巴 才能看见表 可以了可以了 你别晃悠了 你晃悠打路都瞧不见那表了 啊 行 这个 有一新课题 有一家人家啊 不光有钱还有势力 嗯 说一个小事你就知道 嗯 店表没字了 他拿手一指 五十个字就出现了 你没睡醒的吧 你一看胡进呢 你神经病吧 胡说八道吧 谁谁 你坐下来啊 又干什么了 废话就不废话 怎么了 店表没字了 拿手一指五十个字 我说的 哈哈 这是他说的 没有 有 哈哈哈哈 你看他这 凡能说瞎话吗 你对不对 太好了 有钱多做马罐各位 来吧少爷 有 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神奇的故事吧 是这么回事 嗯嗯 他那狗太大了 狗尾巴一撩开 就能看见几点了 那段演完了 现在到了下一个单元 空手换电表 这个 一指 对 不用钱啊 一指 五十个字 拿手一指 五十个字出来了 这个很神奇 啊 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家 哎 人家还说您也在 我也在 对 我亲眼看见了 他拿手一指 碰 五十个字 嗯 什么玩意就哼啊 老神奇了 是我也觉得神奇 当时我都吓梦了 我现在都蒙了 哼 但是你得告诉我们 为什么 一伸手 就有字啊 师傅 你扰了我 而你穿上衣服了 你有买罐吗 我这个岁数 我买这个玩干嘛呀 行 哎 我知道这么回事 我你看你那个 作死的样 当时是这么回事 你这个贱旗郎当的劲儿你看看 你以后少上他们家住着去啊 我只是有一丝建议 这个 当时是这么回事 我在他们家住 哎 知道吗 我就为了蹭马褂啊 知道吗 然后 我就看见他起枣 知道吗 那有什么可看的呀 鸳鸯枣 谁说的这是 不是吗 他自己 他自己 他自己怎么能叫鸳鸯呢 所以我跟你大妈才叫鸳鸯 他这么洗鸳鸯 知道吗 怎么洗 我多浪啊 我一人扮演俩 对了 我被洗的鸳鸯枣 对了 正洗着洗着呢 砰 没电了 老天爷报应了呗 哎 没电了 这怎么回事呢 后来他就 他就站那琢磨 琢磨俩钟头 他明白了 嗯 就是没电了 说还用琢磨俩钟头啊 嗯 没电了 嘿 哎 这会儿呢 泡沫也就下去了 都拔在身上呢 啊 然后拿毛巾一擦 啊 就流鲜血了呗 没有啊 啊 没有 我知道 然后呢 裤衩一穿 秋裤一穿 哎呀 然后呢 一身泡沫还穿秋裤 泡沫擦了 擦了吗 当时 擦了擦了 秋裤一穿 然后 那个秋衣一穿 我们大娘过来 给秋裤一扒 我当我喊了 啊 你大娘就是看完表来的吗 不是 换新秋裤 怎么 怎么刚穿上就换新的呀 那个穿过来 换新秋裤 新秋裤 新秋裤穿上去 把那个秋衣啪一扒 然后换新秋衣 刚才就不该穿 说的是啊 换完了新秋衣 大毛衣一穿 毛裤一穿 然后 突然间 我大妈想起来了 内裤也得换 哎 然后啪啪啪 由上到下 这么一通脱 内裤啪 一脱 然后换新内裤 你大妈太给人脱衣了 新穿上新内裤 然后呢 新秋裤 咔一穿 秋衣一穿 毛衣一穿 毛裤一穿 我大妈突然间又想起来了 毛裤也得脱了 这垫的事 怎么没人想起来呢 怎么竟想这衣服的事呢 你听我说呀 你听我说呀 然后毛裤 啪一脱 就觉得毛裤是旧的呀 毛裤一脱 然后换新毛裤 新毛衣一穿 然后我大娘说了 哎 于谦 你发现了没有垫 这两口子真缺心眼啊 然后于老师说 哎 我也发现了没有垫 怎么办 怎么办呢 睡吧 睡吧 哎 秋衣咔咔 穿着毛衣毛裤睡觉了 把毛裤毛衣 秋衣秋裤 内裤一脱 不是你等会儿 你这两口子脱衣上 你就在跟前呢 他亲着狗呢 不是外人呐 你们家真快乐 然后就就就上厂睡 要睡觉 我趁着没电我快走了吧 你也在哪儿 你也在哪儿 去 你们俩能说点正事吗 我说的是 我那天 你听我说呀 这还没到这个吗 一直快点 听我说呀 我都等不了了啊 听我说呀 然后刚刚躺进被窝里头 我大娘说了 哎 我还没洗澡呢 我大娘就去洗澡了 然后 到了浴室一分 你发现 没有电 你刚才发现 哦忘了啊 没有电 怎么办呢 哎呦这缺德娘们的脑子呀 大娘就说了 于谦 你去指一指电表 于谦就去了 拿这个 拿手一指 啪 就来电了 哼 玩去 哪 他有这个 刚才就指了 换三回裤衩 都没向你指这个 是不是 拖毛线裤衩 是吗 我当时那捆着手呢 那个 哦 那裤衩是毛线的吗 毛线的呀 我没注意 你下回瞧瞧 哦 嗯 完了吗 正式开始吧 不是 您问的是什么呀 我问的是 这怎么回事 一指怎么会来电呢 就这 幸福一指 这怎么回事 他是霹雳贝贝呀 你还吃着神奇小饼干了呢 哪有霹雳贝 你信哪有霹雳贝 他没有那个雷霹的背后什么的 没有 霹雳贝呗 没有没有 没有 拿手一指就是五十度 那就不是多指点啊 电表 就五十度 就五 你看 就五十度 我知道了 是这么回事 你快说 这个家里的电表啊 它有一个特异功能 没有电了以后 一插这个卡 里头还有五十五十度电 让你买电去 给你这个时间 对不对有没有 有 你们别跟着喜后 等会儿 人家没说这个啊 我那个卡都用完了 呀 本家说了 我冲好几回没有 买一次冲好几回呀 我就试试他 有没有啊 没有了一度都没有了 别说了 一度都没有了 就是一指就有了 对了啊 过度的电量都没有 没有没有 就拿手一指就有电了 一指就有 这叫什么话 大爷 我就不搭茬了啊 真累你知道吗 你说你为件装果治愈的吗 有这力气哪都挣出套兽衣来 这叫兽衣 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拿手一指 为什么就来电了呢 为什么呢 他们两口子 要睡觉了 这大娘不是要去洗澡了吗 对啊 就发现没有电了 这会儿是上午 真的吗 这不是刚起吗 对啊 刚起 跟于全说了 这不是刚起吗 怎么又睡了 于全说哦 刚起 哎 起来吧 就起来了 刚才可是她媳妇说的 要睡觉啊 怎么又赖着她身上了 不光是要睡觉 你懂的 然后呢 这个她就起来了 少爷 我不懂 师傅又单纯的意思 我懂了 那你讲一讲 我别讲了 你要不讲我下去问她 怎么个意思呢 少爷 快到这个了 就说没电了 没电了 然后她呢就给电影局打电话了 为什么没有电 急了 怎么就没有电 为什么 她脾气又大 那是 然后电影局说了 因为你们家没电了 废话 电话挂了以后 然后她媳妇 又给电影局打电话 啪啪啪啪啪啪 就打电话 没多了会儿功夫 他们两口子都睡觉了 于全再醒了以后 拿手一指就来电了 为什么 因为电影局的人 给她换了一个电表 对 换一个电表 电表里带50度电 那两口子睡觉 电影局就来人了 换完电表 也没说话就走了 你起来之后一指 就有电了 有电 这个换电表 这孙子也常来常往吧 就没电了才来呢 您太太真好客 废话 什么话 她说的对吗 当然对 电表在门外头呢 您赶紧 人家换了 赶紧安慰一下 这要死 嘿嘿嘿嘿 嘿嘿 越来越来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不是你要 你干嘛 有你这样的没有 那些 拿手一指 你真拿自己 当哔哩佩佩了你 这不是 这是多省事儿 是不是人家 给换了一个电表 这还 也就是我 我这人聪明啊 我能给你圆上来 换一个人 他死这儿了 都出汗了 你看 不错啊 行 穿着 没事 不在了 穿着吗 穿着吗 穿着死行吗 才三天 我这样多穿点是不是 就就就多穿会儿 就就 半年 半年半年 静一下吧 这这这无所谓 无所谓 这六个月了 哎呀 交朋友交你个事儿的 死也没事 死了一指就起来 那你续五十个字 我爱跟您聊天 不错吧 掌智 那这电影局换的 人家敬业 是是是是 我们这睡觉 人家哗哗哗 把电表都换了 但愿广广电表 可不是广广电表 挺好 不错吧 这就是势力 了不起 哎 电表这都小事儿啊 咱们就是随便举这么个例子 那 你真要说前两天 前两天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 送了我一小玩意儿 这叫势力 哎 你等着我扶住了 你再说啊 用不着 我看我站不住 我那静这事儿 哎 您给说说吧 静这事儿 知道我爱小动物啊 那是 知道我喜欢宠物啊 送了我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呢 你说不上什么玩意儿 我连名都没有 甭说名 你说不上这是什么物种啊 你也说不上这什么品相乱 什么都没有啊 就不知道 这个长的是一个 一个 鸽子的脑袋 像鸟似的脑袋 哎 对 但是只是脑袋像鸟啊 哦 长了一个 金鱼的身子 我大尾巴 狗尾巴 狗尾巴 嘿 这耳朵可大啊 整个跟我那大狗那耳朵那么大 啊 小鸽子脑袋 哎呦我的天哪 这大耳朵 整个长了一个那个那个牛尾巴 哎呦这好玩意儿 这可不大啊 哎 龟龙龙龙龙就这么大 但是就看那大耳朵啊 哎呀呀呀 这大耳朵 哎呀呀 哎呀 真棒啊 别别就行了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行了行了行了 我这也就是美国人呢 行了行了 美国总统 你是我亲大爷 你别说了啊 怎么了 这么大一玩意儿啊 这耳朵巨大无比 就太大 鸽子脑袋牛尾巴 就这么点儿 我的天 这事有人知道吗 你不信哪 我不信 你问他去 你等着啊 云鹏 快来买买买了 您说 美国总统送一玩意儿 不可能 这么大个儿 鸽子脑袋 大耳朵 牛尾巴 胡说八道 这事是他说的 他说的也没有 怎么呢 马冠不要了 不怕了 不怕了